朋友们现在可以选你喜欢的疫苗了 新加坡目前有33.1%的居民完成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虽然在世界上也属于中上等 但也有二三百万人尚未接种 由于民众对新型mRNA疫苗技术的观望 以及约34000人对mRNA疫苗产生严重公民反应 政府推出了疫苗特别采用程序 来允许私人医疗业者引进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的疫苗 以满足大家不同的疫苗接种需求 但是想从私人诊所接种科兴疫苗的朋友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点就是虽然政府免费提供今年二月份购买的20万剂科兴疫苗 但是私人业者会收取一定的管理或者储存费用 传言对刚才提到的对mRNA疫苗过敏的3.4万人 政府依然会报销所有费用 第二点就是后果自负 由于科兴疫苗没有被纳入国家疫苗接种计划 民众有不了反应 不会享受政府的疫苗智商经济援助计划 6月16日卫生部发布公告称 全岛24家私人诊所会提供科兴疫苗 费用每季约10到25新币 从6月18号起民众可以向诊所咨询预约 所以想打科兴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 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疫苗 除了科兴和国药之外 还有其他五家公司的疫苗 包括辉瑞和莫德纳的核酸疫苗 阿斯利康强生还有印度的腺密度载体疫苗 和中国的康希诺疫苗原理类似 同时更多的疫苗也已经在申请设备的审核 如果还有朋友们更看好国内的其他疫苗 还可以再等等 目前还有三款 除了上个视频里提到的康希诺和致飞疫苗 还有医科院研发的一款灭活疫苗 目前在马来西亚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 希望对于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再见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 我现在想选一只好疫苗 好 跟卫生不说 看他让不让你选疫苗 那到底让不让选啊